9月21日下午由群星慈善基金会在台东慈上书屋 所举办的感动的英文绘本 精选世界儿童英文绘本教学 特别邀请英语绘本讲师学会会长余希林英文老师 亲自为小朋友们进行生动有趣的绘本教学 英语程度就能够提升到 我讲的英文你都听得懂 因为我可以用非常浅显的 群星慈善基金会董事长特助周国荣先生与蔡富娟小姐 也特别到场关心慈善书屋小朋友们的学习精心 那书屋在这个地方成立最主要是因为偏远地区 我们希望能够借重这个媒体的力量 还有以及能够抛钻引玉 把这个慈善事业这样子的一个好的事情 能够在这个地方能够发扬 让更多人能够把做好事这件事情 在慈善书这个地方能够整合 然后发挥更大的效应 因为今天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很轻松的方式 然后让小朋友对英文感到兴趣 所以我们今天用这个轻松的绘本方式来表演 那老师来做 那我本身刚刚像变出这个大象 还有雨伞 那小孩子会比较喜欢 比如说我们教英文的方式 有很多种的方式 比如说像这个恐龙 那这个恐龙头很小身体很大 所以它就叫Dinosaur 小朋友就很容易记得 像今天我们有教到这个小鸟 像刚刚有的这个 那这个小鸟要怎么样来诠释呢 那我们就变出一只小鸟出来 就是一只小鸟出来 群星慈善基金会也期待借由慈善爱心的推广 抛砖引玉 一起来完成慈善书屋小小志工 到世界各国旅游赚钱给阿公阿嬷 帮妈妈照顾弟弟的三个人生梦想 东南新闻黄威慈善香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